后来我发现有人也在盯着叶子梅 可能你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出去了 我建议你赶紧终止计划 另外再找机会对付吴凡 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提醒 幽灵说完就把电话挂掉了 怎么了 我们已经被发现了吗 旁边有姐妹不安地问道 对 是冷姐打电话过来的 非常肯定地说有人盯上我们了 而且刚才冷姐还叫我不要回头 盯着我们的人 就在我们右手35度角的位置 你也不用看 我们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哦 我发现了 那个女人赶紧拿手机装作 再看信息 其实是利用手机的黑面屏反射 在35度角的位置 果然发现一个年轻的美少女在那里 一直盯着这一边 我估计那个人应该是治安人员 因为和一般的村民 还有桃园 实业公司的员工气质上明显也不同 治安人员为什么会盯上我们 那个姐妹非常不解地问道 你傻呀 吴凡是桃园村的什么精神领袖 如果警方知道我们要对付他 那肯定要盯上我们 会不会是叶子梅被他们发现了 我要赶紧通知他 要么赶紧下手 要么把毒药处理掉 然后放弃这次行动计划 幽灵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我去通知叶子梅吧 我觉得不应该打电话 我们装作在路上碰见了 我直接跟她说就可以了 那个姐妹主动请英 不行 不行 不能见面了 警方很明显地已经怀疑 我们跟她是同伙了 要不然不会再盯上她的同时 再派人跟着我们 如果叶子梅被抓的话 我们再跟她有交集 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还是打电话给她 你马上下山去回家 然后用一个不记名的号码 打给叶子梅就是了 我们都不直接见面 幽灵果断地做出了安排 好 那幽灵姐 是不是你们几个也都撤了 要不然确实被警察发现了 到时一窝端就麻烦了 那个姐妹临走时还不忘提醒 嗯 你先下去 我们要再等一会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多虑了 再说叶子梅 应该也没有任何把柄被她们拿下 只要那些要不被她们查获 不抓住现行 应该就没问题 幽灵却还是有些自信地说道 好 幽灵姐 保重 我去也 那个姐妹在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桃园村 回到了县城 她用了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 拨打了叶子梅的电话 只说了几个字 你已被怀疑由第三者盯上 放弃追求 扔掉幻想 叶子梅看见这几个字后神色大变 她自然知道这是暗语 对方就是告诉她 已经被治安人员盯上 要放弃任务 同时把药品处理掉 以免留下证据 于是 她马上来到没人的地方 把两包药扔在旁边的水沟里 那些东西确实是高科技 真正的瞬间就溶于水 顿时就消失无影无踪 在她离开后 两个女治安人员就到那里查看 自然是什么都没发现 两个女治安人员也根本没发现 自己也会被别人在盯着 她们的一举一动 也被幽灵团伙知晓了 因此即使浪费了两包药物 幽灵还是非常庆幸 索性龙姐在背后观察到了治安方的动作 要不然自己十个姐姐妹 可能真的被一锅端了 好了 吴凡 我妈妈的病治好了 我们就回去了 谢谢你啊 这天 叶子梅在得知自己的妈妈 蔡雪云可以出院时 非常激动地看着 吴凡说道 好 回去记得按时吃药就行了 有什么问题再及时打电话给我就可以了 吴凡还叮嘱了一遍 虽然杨如柳派了几路人马 盯着叶子梅和幽灵等几个人 但是后来并没发现 他们有什么违法行为 于是 只能不了了之了 叶子梅带着蔡雪云离开的时候 有些遗憾地看了一眼吴凡 心中想到 没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真是太可惜了 吴凡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心情也是非常复杂 因为一是没有证实 叶子梅确实想害自己 二是无法证实他和那九个人是同伙 其实吴凡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 因为他一贯不想把别人想得太恶 现在似乎表明他们不坏 那岂不是好事吗 不过他也有担心 这叶子梅他们不是不恶 而是可能发现了已经被警方盯着 或者是被自己发掘了他们 所以及时收手 那么他们这次收手了没有达到目的 会不会继续作恶呢 在叶子梅母女俩离开之前 幽灵和另外八个姐妹 也已经离开了桃园村 因此 对于吴凡和警方来看 似乎他们还真的并没有怀什么恶意 只是自己想多了 这一次任务的失败 让幽灵特别恼怒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对眼前的九个姐妹说道 没想到吴凡他们那边的人 警惕性那么高 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上了叶子梅 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怀疑你的 叶子梅沉思了一会说道 你们说是在水鬼基地碰面之后 就有人盯上我的 所以我怀疑 是前一天晚上 在那个树屋餐厅喝酒时 他们就怀疑了 而且我现在非常怀疑 那个中春归的儿子 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所以故意把吴凡的那杯酒 给碰倒了 就是说他是不是发现了 我在吴凡酒里下了毒 那不可能的 他发现不了的 这是暗杀行动 怎么可能让一般人都发现 我相信你这一点能力还是有的 不可能的 再想一下会不会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会不会那个中春归 他不是说认识你妈妈吗 他肯定知道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因此就怀疑上你了呢 幽灵继续分析 也有这个可能 我也没想到蔡雪云在这里竟然还能碰见十几年前的老熟人 而且那个老熟人 可能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 所以根本没有女儿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怀疑我的身份 也就怀疑我是找机会接近吴凡 好了 现在分析这些也晚了 反正这次任务算是失败了吧 我们再制定其他的计划 看一下要如何灭掉吴凡和他老婆林妙 几个人你一言 我一语地在那里热烈讨论着 叶子梅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 说道 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吴凡警惕性那么高 而且似乎有神灵在庇护他 让我们没有机会下手 那么我们不如就对他老婆和孩子下手 我在四合院住了一个星期 深深地感觉到了 吴凡是最喜欢他的老婆和孩子的 只要把他老婆和孩子抓在手上 那么吴凡肯定是要认听我们摆布了 幽灵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正有这个意思 只是要如何才能把林妙和他的儿子抓过来呢 要知道他们桃园 四合院可是有几大女高手的 根本没办法靠近 更加别说把人带走 毕竟那里还有治安人员在站岗呢 听了幽灵的话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没错 有的事情想起来是很轻松简单 但是真正的要实施起来 却是非常的危险艰难 在他们密谋 对吴凡的老婆和儿子要下手时 桃园村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这天 吴凡也参加了公司的早上例会 不过他就是来听一下大家发言 有了解公司整体情况 以便掌控大局 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说的 正在开会期间 林美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怕影响开会 所以马上就赶紧掏出手机 小声地说道 喂 哪位 有什么事 我正在开会呢 范水斌正在讲话 见他在接听手机 于是就停了下来 公司开会时 一般是不能接听电话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些经理级别的人 随时要保持和外面的联络 且公司讲究的是开心工作 快乐拿高薪 所以并没有特别严格执行 而是靠大家自觉 林美玉在对方说话之后 神色大变 挂了电话之后 赶紧说道 范总 吴凡 不好了 水鬼基地的那个水鬼 今天没有上来 非常反常 刚才他们打电话 给我汇报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啊 水鬼没有上来 吴凡说道 这确实反常啊 他似乎形成了规律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 都会上来玩一个小时 同时 上午中午晚上都会上来 以方便给游客近距离观察他 也算是间接配合我们 做好旅游服务工作 怎么会今天没上来呢 对呀 太奇怪了 他确实每天都会上来 而且基本上是固定时间的 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准时 他虽然是一个神奇的生物 但是很懂得感恩一样的 林美玉同样还是一脸惊恶 听说水鬼今天没有上来 遇会的其他人员也是感到非常的奇怪 于是都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 吴凡听了听大家的讨论 然后说道 好了 你们继续开会说其他的事情 我先过去看看 好 吴凡 你小心一点啊 事出反常必有妖孽 一定要注意安全 饭水兵有些不安地看着吴凡 叮嘱了一句 好的 你放心吧 你们继续开 吴凡挥了挥手 快速离开了会场 吴凡来到桃园水鬼基地时 远远地就听见有游客在抱怨 妈蛋 我可以说就是专程来看水鬼的 结果什么鬼影都没有看见 是不是骗人的 不太可能骗人吧 我看别人拍的照片 都拍到了那个水鬼 就是在那个平台的位置 你也知道是别人拍的 现在什么不可以摆拍啊 什么不可以造假呀 别说一个水鬼 就是水鬼他妈也能拍个假的出来呀 我们可是买了门票的 这水鬼基地虽然便宜 也要十块钱门票啊 我们要退票 大家都情绪很激动 有水鬼基地的服务人员 正在耐心地跟大家解释说道 这个水鬼 它是神奇的生物 也不是一个人 它也不受人的控制 我们建了这个基地 它偶尔会上来 大家有缘就能看得见 这就算是幸运的 至于今天 你们没有看见 欢迎你们其他时间段再来 只要有门票的 没有看见 之前都不要你们再补门票可以吧 那些人听了 似乎情绪平静了一点 有的说道 桃园旅游就是好 高至低价 你看哪个景点都那么便宜 就是为了让游客看得开心 玩得舒服 所以肯定不存在着骗我们的 水鬼能上来就已经不错了 偶尔没有看到也正常吧 而且既然你们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随时再来吧 你们要记得水鬼上来了 就在广播通知一下 我们马上过来看好不好 行 我们一定会通知的 放心吧 服务人员很肯定地应到 那些游客这才有的离去 有的就继续在那里等待 明显没有了怨言 也不再吵闹 看见无反走了过去 服务员似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赶紧迎了上来 他有一些急切地说道 无反 现在怎么办啊 游客来水鬼基地 就是想看水鬼的 现在水鬼不上来 游客就有怨言了 我已经向经理领扫做了汇报 无反点了点头说道 我都听说了 你们不用着急吧 这事情我会来想办法 我们也没有承诺说 每个游客来都能看见水鬼 但是我们会搞清楚水鬼不上来的原因 那水鬼生活很有规律的 每天早上七点都会上来一个小时 为什么今天到九点了都没上来 好奇怪 服务员摇摇头说道 你们今天跟昨天有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的事情啊 无反直接问道 没有啊 感觉到一切正常 除了水鬼没有现身外 好 那你们继续按平常一样的服务游客吧 做好解释和安慰就行了 我自己到处看看就可以了 不用陪着 无反摆了摆手 无反说完就在水鬼基地附近看了看 水鬼基地公园 其实就是在桃园河其中的一段 建了一个公园 里面有公水鬼玩耍的平台 水鬼每天都会现身 因为水鬼非常神秘 大家都只是听说过 说这种水鬼生活在水里面 经常会拉下水的人陪他们玩 从而导致这些人溺水而亡 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 并没有人真正见过水鬼 所以只当是那些溺水的人水性不好而已 当听说真的有水鬼这种生物 大家自然是特别好奇 所以要来一睹为快 因此 桃园水鬼基地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每天几万人过来参观 在水鬼基地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 无反又往水鬼基地下游和上游分别看了看 咦 无反 你怎么来了 就在无反走到水鬼基地下游时 一个在桃园河边做事的村民 看见他后很激动地叫了一声 嗯 来看看 大叔你在做什么啊 捞鱼吗 无反见他正好捞出了一条两尺来长的鱼 鱼是很自然地问道 桃园村的村民 在桃园河里捞鱼什么的 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要不是电鱼跟毒鱼 用网捞一些 村里的人也不会说什么 反正大家也都一样 哦 不是 无反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上面好多死鱼冲下来 我刚好在这里准备洗衣服 看见后我就把它捞起来 你看 我都捞了十几条了 那个村民指着旁边说道 啊 十几条鱼了 我怎么没看见死鱼啊 无反刚才 正是顺着桃园河下来的 所以颇有一些奇怪 他走过去之后 发现这个村民的脚边 确实放了二十来条河鱼 而且都是大的 每条都有十几斤的那一种 正在他查看的时候 那个村民又兴奋地叫道 你看 无反 又下了一条 你都捞上来吧 我看一下能不能吃啊 至于为什么会死呢 无反一说着 一边就给那些捞上的鱼做检查 首先 他看了看鱼的腮 还是比较鲜红的 也就是说 死去没有多久 再检查了一番 这些鱼 也没有任何中毒的症状 看出什么原因来了没有 无反 我总觉得这个鱼才死没多久 而且可能不是被毒死的 应该是可以拿回去吃的 那个村民很明确地说道 大家都是住在桃园河旁边 平时也吃多了鱼 所以对于鱼的一些特性 还是有所了解的 无反也非常明确地说道 确实可以肯定不是被毒死的 但是这些鱼好好的 为什么会死呢 而且死的都是这么大条的 搞不清 不过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是这种十几斤的鱼死了 那些小河鱼都没看见一条 村民附和道 无反继续翻看那些鱼 还是没有看出问题 他只得说道 大叔啊 你给一条鱼给我吧 我回去把它解剖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 要不要我去拿刀给你啊 就在这里解剖啊 那个村民很理解地说道 也行 大叔 那就辛苦你了 你去拿把菜刀过来吧 那个村民赶紧撒开 双腿朝家里跑了过去 既然他是到桃园河里来洗衣服 说明他家离桃园河不远 因此不到六分钟 他就已经跑了回来 手里拿了一把菜刀 河边上刚好有一块平整的青石板 就相当于菜板 无反把一条二十来斤的鱼放在上面 然后开始解剖 在把鱼破开之后 无反把鱼的长竿等地方 都细心地查看了一遍 最后他总结道 这鱼是被垫死的 垫死的 那个村民一脸惊讶地说道 不可能吧 以前我们是有人用那个垫鱼机去垫 但是现在禁止用垫鱼机了 其实就算是用垫鱼机 能垫到的也只是一些小鱼 这十几斤重的鱼 根本不可能垫得到 你知道以前谁家垫到过这么大的鱼吗 无反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 现在村民响应了公司的环保号召 不会再用垫和毒药去对付桃源河里的鱼了 所以这些鱼被垫击死了 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再说了 就如同这个村民所说的 就算以前能用垫鱼机去垫鱼 能垫到的也就是一二两以下的鱼 上了几斤的鱼是很难被垫到的 因为它们一般都在深水里面 所以这些十几 二十斤的鱼被垫死 就更加透露出诡异 但是无反还是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敢断定它们绝对是被垫鸡而死的 啊 不会吧 难道有人用那些大功率的垫鱼机去垫鱼吗 没听说过呀 那个村民直摇头 无反点了点了头说道 大叔 这些鱼你可以拿回去吃的 没事的 我继续去查看一下原因 无反说完就继续沿着桃园河巡视 不多久 村长刘天生快步走了过来 老远就大声地问道 无反 怎么样 找到水鬼了没有 没有 无反摇了摇头 在刘天生走近了之后 他又问道 天生书 有没有发现 我们村民用那个柴油发电的大功率的机子 在桃园河里垫鱼啊 刚才在那里发现了十几条大鱼 被垫死的 不可能 刘天生想都没想 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早就通知了村民不能用垫鱼机垫鱼了 自从我通知后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下河用垫鱼机垫鱼的 绝对不会的 对于自己在桃园村的威望 刘天生自然是有信心的 何况禁止用垫垫鱼 也是无反要求的 村民不可能不听他的话 对呀 但是这些鱼确确实实是垫打死的 好奇怪啊 无反就没说到 无反 既然你说的那么肯定说是被垫打死的 那我就马上去村里广播通知一下 如果谁垫鱼了 让他赶快过来交代 我们可以不追究 如果没人承认 被我们查出来是谁 我们就要罚他 怎么样 可以 天生书 你就在广播里说桃园河发现有被垫鸡死的鱼 让大家留意一下 回忆一下 有没有看见 有人在河里垫过鱼 好 我这就去 刘天生说完 马上朝村委办公室走去 很快 村里的广播就响起了一阵欢快的花鼓戏的乐曲声 村民听见后 马上停下聊手中的动作 竖起耳朵 真正的洗耳恭听 他们都知道 这肯定是村长刘天生有消息要通知大家了 果然 在一分钟的花鼓戏曲调结束后 刘天生若略显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 各位村民 刚才吴凡在巡视桃园河时 发现有部分河段 有很大一条的鱼被垫击而死 我一再重申 所有的人不能再用垫去桃园和垫鱼 你们谁敢违反我们的规定 请有关垫鱼的村民 及时到我这里来认个错 还有任何村民发现有人垫鱼的话 也请到我这里来举报 不可能呀 我们桃园村的村民怎么还会去垫鱼 我们要鱼吃随时都可以搞得到 对啊 我们用鱼网捞点多简单 而且生态农庄那个鱼塘里面 那么多的河鱼 都是使用的超级繁殖技术 想吃多少都有 怎么还有人去垫鱼 对啊 这个天生一大早是不是就喝了酒啊 在说酒话啊 不可能有人垫鱼的 可能是鱼自己缺氧死了呢 村民听了之后 都在那里热烈地议论着 不过都是持否定态度 没有人相信会有人去垫鱼 桃园村民是非常淳朴的 既然村长和吴凡都通知了不能垫鱼 自然就不可能再有人去垫鱼了 现在村长在广播里说有人垫鱼 这实在是打村民的脸呀 似乎有一种被冤枉的感觉 这件事情不仅是村长在通报 关键是还引起了吴凡的注意 因为是吴凡说鱼被垫死的 因此村民都非常在意 也非常紧张 很快就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了刘天生 说没有看见人垫过鱼 这段时间都没有 其实刘天生大致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 吴凡在听了刘天生的汇报后 说道天生书 其实我知道 应该不可能是我们桃园村的村民垫的 但是这个鱼绝对是被垫鸡而死 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要从发现死鱼的地方 下河去查看一下 啊 你下去啊 好危险的哦 刘天生本能地说道 会不会是河里面自然的 会放电把那些鱼垫死了 所以你下去也可能有一定的危险 不用担心 我自己会注意的 吴凡说完就把长衣长裤脱了 然后扑通一声跳进了桃园河 刘天生和那个捡起大鱼的村民 就在那里紧张地盯着 好在他们都知道 吴凡曾经在桃园河那个 黑龙潭那里潜入几十米深的水底下 十几分钟才把林美玉给救上来的 因此对他的水性相当有信心 吴凡潜入桃园河之后 顺着发现死鱼的地方往上游 因为只有在水中才能找到答案 所以吴凡沿着桃园河 一直往上潜水前进 岸上的人并没有发现水中有人 咦 游了几十米远后 吴凡心里嘀咕了一句 为什么感觉到水中有一股奇怪味道 好像是有汽油一样 难道有人开着潜水设备在桃园河经过 否则桃园河的水就是山泉水汇集的 有一种干净的甜味 怎么可能有油的味道呢 吴凡一边想着一边继续往上面游 这时他还看见有死鱼不断地使从自己身边经过 而且这些鱼都是很大一条的 最少的都是十斤以上 相反小一些没看见一条 好奇怪 吴凡心里想到 如果是垫鱼的话 应该只能把小的垫死 大的鱼是很难被垫死的 现在只发现有大鱼被垫死 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在是太诡异了 啊 当他游到离水鬼基地大概十来米远的地方 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他看见有一个回旋弯的地方 那里竟然有一大片的死鱼 看上去就白花花的一大片 因为是回旋弯 水流不会直接冲击到那里 那里的水流相当缓慢 可以说看不到明显的流动 所以那里面低于 只是偶尔一条一条地被水晃游到了外面 然后再被直河里的水冲下去 吴凡赶紧游了进去 到了那个回旋弯那里 这时 他才发现那里面竟然有一块高出水面的地方 就是一个小山洞一样的地方 而在那个高出水面的地方有一个实质平台 平台上面非常光滑 吴凡仔细闻了一下 然后就确定了 可能是水鬼休息的地方 因为那个平台上磨得非常的光滑 显示有东西时常在上面摩擦 而且还能看见一些毛发之类的东西 可以肯定就是那个水鬼的 在平台的下面水中 就是一大片的死于尸体 而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吴凡心里咯噔了一下 因为他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一片画面 就是水鬼 正在那里休息的时候 那些几百条大鱼 就像是他的护卫一样 在平台前面的水里面游来游去 起着保护他的作用 突然一个 或者几个穿戴潜水设备的人 从下面游了过来 然后突然间就拿出了高电压的设备 直接朝着水鬼所在的水域垫击 那几百条大鱼首当其冲 顿时被高压垫直接垫死 水鬼被惊醒 想要逃离 却无路可逃 他只有奋起还击 可惜的是刚要从平台上跳下来时 同样被一股高压垫垫击 顿时晕了过去 或许来人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知道那些电压 只能让水鬼被电运而不会被电死 而这些鱼虽然有十几 二十斤重 但是它们的体量 跟水鬼几百斤的身体去比 当然是小屋见大屋 所以同样的电量 对水鬼来说是没事的 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之灾 这样看来 水鬼一定是被人用电击倒 然后带走了 吴凡感觉到脑袋嗡嗡直响 真想不到居然还有那么厉害的人 会想到如此很辣的招数 可是他们要把水鬼带去哪里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吴凡在回旋弯那个平台里 仔细观察了一番后 再次潜入水里 往上面又游了一公里左右 这是他已经基本上可以断定水鬼不是偷懒 不是忘记要上班了 而是被人带离了桃源河 我的天啊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于是吴凡马上潜水 回到了之前下水的地方 怎么样 看见吴凡终于出来了 刘天生和那个村民松了一口气 好奇地问道 看见水鬼了没有 他是不是病了 上不了班啊 天生书 吴凡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别的村民和游客为观 于是直接说道 我怀疑有人从桃源河潜入水鬼基地下面 然后用高压电设备把水鬼电运了 并且已经顺水带出了桃源村 啊 不会吧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怎么会有那么厉害的设备呢 又为什么要把水鬼带走呢 刘天生也是非常惊讶地叫道 天生书 你安排秘密走访一下 看有没有人曾经见过有怪异的人出现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铁头岭治安停下去 一点那里开始潜水的 因为那下面有一道很高的瀑布 他们是上不来的 从铁头岭往上基本上就是慢慢往上的水路了 可以直接潜入过来 好 我这就去打听 刘天生应了一声 马上就往前走了 吴凡穿好衣服后 对那个村民说道 大叔 上面还有两三百条被垫死的大鱼 都会慢慢地冲下来 你可以在这里捞起来 然后让村民拿去吃 这些鱼都是可以吃 没问题的 但是记住我刚才说的有关水鬼的话 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自己明白就好了 是 我知道了 放心吧 那个村民非常肯定地说道 吴凡随即来到了桃源警局 找到了局长杨汝柳 啊 吴凡 你说的是真的 肯定有人潜入到水鬼基地 从那里把水鬼电运带走了 杨汝柳听了吴凡的讲述之后 一脸惊讶 都有点不敢相信 基本上可以肯定 总之 水鬼已经不在桃源河 这一点我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同时也可以肯定 是有人潜入过桃源河中 因为河水里面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应该是来自潜水设备的 而且还可以肯定那些鱼都是被电击而死 综合这三个肯定来推断 基本上可以断定 水鬼已经被它们带走 那我马上向局里会 爆调取沿路的监控 因为它们就算是从铁头岭那里上下桃源河 要带走那么大一个水鬼 应该还是会有监控拍到的 杨如柳听了之后 马上做出了决断 好 你马上跟杨叔叔说 让他们沿路走访查看监控 看能不能发现可疑人物 我估计他们是晚上潜入的 然后在早上天亮前离开 应该就是六点以前吧 我们这里冬天六点三十分才能天亮 吴凡进一步明确地说道 对了 吴凡 我相信你们都有水鬼的照片 那个桃源飞船能不能按照片去把水鬼找到呢 杨如柳突然想到什么事的说道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我马上去找你家小三试一下 你们这边也按刚才说的去办吧 一定要尽快找到水鬼 我怀疑是有人把它们带去做研究 或者是把它卖到国外去 这个水鬼可是全国唯一的一头被发现的水鬼 一定不能让他出事 好的 吴凡 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杨如柳非常坚定地答道 不好意思 我们的桃源飞船只能够找人 找鬼是不行的 哪怕水鬼很像人也不行 当吴凡来到尼家姐妹办公室 尼家老大非常肯定地说道 吴凡犹豫了片刻 哎 还是这样吧 死马当成活马医 我们去试试 小三 我们走 行 你们可以去试试 尼家老大笑着回道 反正吴凡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 吴凡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和尼家小三 马上开着桃源飞船升空 寻找水鬼 尼家小三把吴凡手机里 保存的水鬼的照片 扫描进了桃源飞船 下达了搜索命令 桃源飞船马上有了回应 我们只找人找不到鬼 你们不要在这里骗鬼 尼家小三笑了笑 说道 这个桃源飞船还真的挺智能啊 居然知道这照片不是人的 敢还说我们骗鬼 看来真的不行啊 飞船都不能正常工作 吴凡笑了笑 说道 算了 小三 我们还是开车沿路去找 我相信一定会能找到线索的 挺你的 尼家小三应了一声 马上降落桃源飞船 然后去停车场开了一辆豪车出来 看见没有 那个是吴凡 旁边那个应该是尼家姐妹中的 那个小三 他们怎么出去了 真是天助我也 当尼家小三和吴凡 刚从铁头领治安港亭出来时 就被埋伏在附近的 两个女人看见了 这两个女人非常兴奋地议论着 对呀 这是好机会啊 吴凡只要出了桃源村 那就是孤家寡人了 身边没有了人帮助 我们要对付她容易多了 走 跟上 然后我马上通知幽灵姐 其中一个女人说了一句 另一个女人马上启动了汽车 跟在了吴凡和尼家小三的后面 之前说话的那个女人就在旁边拨打了电话 很是兴奋地说道 幽灵姐 我们发现 吴凡和一个叫你家小三的女孩子离开了桃源村 现在我们在跟踪她 他们的目的动向不明 我们会随时向你汇报 好的 你们跟着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露了目标 而且一旦知道她的目的地之后 不要惊动他们了 我会安排第二批人马跟上 你们就可以撤退 明白吗 那边的幽灵安排道 明白 离开铁头领至安亭 前面五六百米远处 吴凡就是以你家小三把车停了下来 做什么 要钻树木吗 来一场野战 你家小三指着茂密的树林 又开起了玩笑 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吴凡轻轻地在她肩膀上拍了拍 也没有在意她开的玩笑 而是说正事 小三 这里面就有一个瀑布 我怀疑如果真的是有人潜水 去把水鬼偷走的话 一定会从这里上岸 否则的话 他们要从那个高瀑布下去 是绝对做不到的 哦 我看那里好像有治安人员在 是不是他们已经在开始查了 你家小三指着在远处的治安人员说道 应该是 我之前已经跟刘姐说了这件事 她应该马上就已经安排人过来查 嗯 吴凡 那我们再进去看看吧 你家小三走在了前面 那个瀑布道路口也有大概五六百米云 所以吴凡跟你家小三很快就走进了茂密的树林之中 他们走进树林里去了 应该一时半会不会出来 远处钉烧的其中一个女人说道 好 这里是唯一出口 我们在这里等着吴凡出来 我打电话给幽灵姐 另外一个人说完之后 马上拨打了电话 非常高兴地汇报道 幽灵姐 吴凡和你家小三走进了一片树林里 那里估计本身就信号不强 应该可以屏蔽他们的通讯 太好了 你们马上实施干扰他们的通讯 我这便马上行动 幽灵听了之后也是非常高兴 马上下达了行动命令 丁烧的这个姐妹 马上掏出了一个手机 大小的盒子 按下了一个开关 顿时一股强烈的无限干扰信号就四下扩散 桃园四合院内 林妙刚好没什么事情 所以带着儿子吴飞龙在四合院里面玩 现在已经六七个月的吴飞龙慢慢开始学会走路了 只要双手扶着他就能带他慢慢走动 特别好玩 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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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 是慈善会的会长 但是其实林妙才是最终的负责人 还是有不少人知道这种情况 所以肯定会直接打电话给他 老婆 老婆 电话那头却传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林妙心里咯噔了一下 心里想到 这人肯定是打错电话了 但声音怎么听起来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像极了无凡 如果不是之前就已经知道是陌生来电 林妙肯定会以为就是吴凡打来的电话呢 老婆 老婆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那边的男人又叫了一句 似乎有些痛苦 而且有一丝难受 有气无力的样子 你 你是谁呀 林妙心里涌出一股不祥的感觉 我是吴凡呀 老婆 老婆 啊 老公 真的是你吗 怎么不是你的号码 林妙听了之后 神色大害 首先这个号码并不是吴凡的 另外 吴凡的声音 一般都比较阳光正义 充满了力量 怎么今天听上去那么虚弱 还夹杂着一丝痛苦呢 老婆 是我 我 我快不行了 那边的吴凡虚弱地说道 我的手机摔坏了 这是借别人的手机打过来的 啊 老公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林妙确认对方就是老公吴凡后 急得要疯了 你 你方便接电话吗 爸妈他们不在你身边吧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了 那边的吴凡又弱弱地说了一句 他们不在这里 就我和小飞龙在 老公你怎么了 你快点说吧 我被人暗杀了 用枪打中了脑袋 幸好有一个过路的人把我救了 现在正在他的家里 你赶紧过来吧 不要告诉家里人 我不想让他们痛苦 老公 林妙听说 吴凡被枪击 且生命垂危之时 顿时泪流满面 气不成声 好了 别哭了 老婆 赶紧过来吧 我要见你最后一面 对了 能不能带着小飞龙过来 我想在死之前 再看一眼我们的儿子 好吗 其他人就不要让他们知道了 那边的吴凡断断续续地说道 似乎马上就要断了最后一口气 好 老公 你在哪个位置 我马上带着小飞龙过来 林妙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哦 在县城上来两公里 那个村里 就在离马路边上 五百米外有一栋房子 你到那里就能看见我 对了 不要报警 我怕他们会对你们下手 你就带着小飞龙悄悄地来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了 老公 你要坚持住啊 你一定会没事的 一定要等我啊 林妙擦了下 眼泪一边说着 一边就带着小飞龙 往门口走去 好 老婆 千万不要跟爸妈说 不要让他们知道了 你先过来我交代完后事再说吧 那边的吴凡常叹了一声 我知道了 老公 你等我 我马上就来 你不要说话了 等我啊 林妙挂了电话后 抱着小飞龙冲一般地往山下跑去 嗨 林妙 你去哪里啊 怎么跑那么快 就在半路上刚好碰见刘天生 刘天生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哦 没什么 我一个同学家里有点事 叫我过去一下 我顺便带着小飞龙跑一下步 没事的 林妙赶紧摆了摆手 但是也没有停下来 他怕一停下来 就忍不住会把无凡快不行的事情告诉刘天生 刘先生也没多想 继续走了 林妙把无飞龙固定好在后排座 然后猛地一脚油门开着豪车 冲出了停车场 哦 林妙 是你们啊 吴凡他们下去没多久啊 铁头领至安亭王国军看见是林妙带着孩子 很开心地说道 你是去找吴凡他们吗 对 林妙只应了一声 然后就继续加大油门 轰鸣着冲出了治安港亭 王国军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心里想到 林妙现在对吴凡真的好啊 才分开一会儿就去找他 真是一日不日 如隔三秋呀 哈哈 太好了 林妙跟他的儿子出来了 幽灵姐 你的计划真好啊 在铁头领负责监视吴凡 和林妙的那个姐妹 马上拨打了个电话给幽灵 是吧 听说林妙现在和吴凡感情非常好 从他们这么急出山 就可以看出来 传言不虚呀 估计让林妙为吴凡去死 他也会去做的 好 我们张网以待 那边的幽灵也是非常开心 只是幽灵姐 我非常好奇 你说要冒充吴凡打一个电话 骗林妙和他儿子出来 为什么你们能模仿吴凡的声音 而林妙都听不出来呢 这个监视的人 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刚才幽灵已经向他们说了 他的行动计划 就是让他们用干扰器屏蔽 吴凡所在区域的通信信号 使吴凡他们打不通电话 然后幽灵就会冒充吴凡骗林妙下山 在司机把林妙和他的儿子 吴飞龙除掉 但具体怎么骗林妙上当 幽灵并没有细说 哦 吴凡的通信被屏蔽了 我就有施展骗术的空间 因为林妙得不到验证的机会 首先 我用特殊的软件 完全模仿吴凡的声音 来拨打林妙的电话 谎称吴凡被人枪击生命垂危 要林妙带着小飞龙去见他最后一面 林妙夫妻情深 加上声音就是吴凡的 所以甚至都没有想过去验证就出来了 哈哈 幽灵非常得意的 把行动过程详细说了一遍 太好了 幽灵姐 等着你们那边的好消息 嗯 你们继续盯着吴凡 我这边在把林妙和他儿子解决掉后 就会用他们的尸体来引诱吴凡上钩 这样或许一天就可以把他们两个人都除掉 密切监视吧 好 放心 幽灵姐 林妙为了见吴凡最后一面 所以心急如焚的他把豪车开到了150公里的时速 在桃园那蜿蜒的山路上 疯了一般呼啸着冲了出去 他现在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他心里 吴凡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见吴凡最后一面 哪怕自己车毁人亡都死而无憾 因此平时要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他竟然只花了15分钟左右 就赶到了吴凡之前所说的 离县城两公里左右的那 各路边的村庄 到了那里 一眼就看见了吴凡说的那栋房子 吴凡 吴凡 从车上跳下来后 林妙抱着儿子 跌跌撞撞地就朝那栋房子冲了进去 门口有两个女人 根本没有阻拦 就放他们娘俩进去了 进去后 却发现有五个女人挡在了前面 他们自然听见了林妙在急切地呼唤吴凡 于是一脸嘲笑和得意地 哈哈大笑起来 吴凡 哈哈 你来我们这里找吴凡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吴凡在哪里 他是不是伤得很重 快点带我去见他 林妙有些惊慌地喊道 这时他已经发现情况不妙了 如果这家人真是救了吴凡 肯定不会用这样的态度来迎接自己 吴凡 哈哈 我们都不知道吴凡人在哪里啊 你是他什么人啊 是他老婆吗 有一个年轻女孩子戏耍般地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吴凡到底在不在这里 林妙紧紧抱着儿子 紧张的身体都有一些在发抖 就在这时 另一个女孩子从那里面走了过来 冷冷地说道 林妙 哈哈 你要找吴凡吗 要下辈子去了 这一辈子你是没有机会活着见到他了 什么 是 是你 林妙大惊地指着来人 因为他看出来了 出来的这个年轻女子赫然正是叶子梅 也就是当初带着所谓的妈妈去桃园医院治病 并且在桃园四合院住了一个新妻的那个女人 吴凡曾经跟林妙说过 这个女人的妈妈并不是亲妈妈 很可能心怀鬼胎 但是随着那个蔡雪云肝病治好后 两个人离开了桃园村 林妙已经没有放在心上了 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 而且从这个叶子梅说的话 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要害吴凡 难道吴凡就是被他们开枪击中的吗 叶子梅哈哈大笑道 哈哈 对 就是我 林妙 我非常感谢在桃园四合院的几天时间里 你们家对我的关照 但是我就是个没有人性的人 也会恩将仇报 所以 我还是要对你说 今天就是你和你儿子的死期 叶子梅 你们把吴凡怎么样了 快点把吴凡交出来 我死没关系 你们一定要让吴凡活下去 吴凡到底在哪里 林妙听了叶子梅 如此厚颜无耻的话 也是非常气愤 声音加大了几分 这时幽凡上前一步 拿出手机拨打了林妙的电话 林妙非常好奇 明明看见他在打电话 为什么自己电话响了呢 于是他马上把手机拿出来接听了 老婆 我是吴凡啊 被人用枪打中了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幽凡在电话里面笑道 啊 林妙听了后神色大变 身体颤抖不已 他现在明白了 之前那通电话 显然就是这个女人打来的 因为他现在在电话里 说出的声音 也跟吴凡没有任何的区别 林妙 你现在明白了吧 之前那通电话 是我打给你的 吴凡在哪里我们并不管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们母子俩骗不过来 然后把你们给杀了 幽凡冷冷且得意地说道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林妙一边问道 一边马上去拨打了吴凡的电话 因为他觉得 既然之前那个电话 是这个幽凡冒充的 那么吴凡的电话 应该还能正常打通 只是他拨打过去 系统却提示 你所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林妙当然不知道 吴凡和你家小三进了铁头岭附近的树林 里面的通讯信号 已经被幽灵派的另外两个人给屏蔽掉了 自然接通不了电话 把他的手机给我抢了 免得他报警 就在这时 幽灵冷冷地下达了命令 一个女人上前就去夺取林妙的手机 林妙把手往回收 想要争取一下 结果 那个女人大力地一掌 推在了林妙的身上 轰隆 医生 林妙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 为了避免吴飞龙受伤 爱子心切的他 还是一直紧紧地抱着孩子 林妙在感到很痛苦的时候 心里还感觉到一些慰藉 因为既然是这个女人冒充吴凡的声音 那么说明吴凡可能还没事 只是暂时联系不上而已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林妙的手机被夺走之后 只能无助地看着他们 林妙 今天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反正我们也是心狠手辣 没有人性之人 没有什么良心过不去的说法 我可以很明确地跟你说 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把你和吴凡给杀掉 既然吴凡我们一时之间干不掉他 那就只好把你片下山来 要除掉你们母子俩 对我们来说 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那么简单 你现在明白了吗 幽灵冷言看着林妙 就像猫抓到老鼠 在吃钱都要戏弄一番 他也在戏耍林妙 有一把自己说得非常坏 当然他说的是真的 这就要死了 林妙心里咯噔了一下 感觉到世界的末日真要来了 没想到大平盛世里竟然会被人骗到这里来杀掉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谁派你们这样的 林妙哀求道 就算让我死也要死了个明白吧 很简单 幽灵冷冷地说道 因为你是林天龙的养女 林氏集团曾经是你们林家的 现在胡小英霸占了 他非常担心 你在吴凡的帮助下会把林氏集团重新夺回去 所以就请我们来 要把你和吴凡触掉 在没有干掉吴凡之前 我们就要先把你和你的儿子杀掉 你现在明白了 也可以死而瞑目了吧 啊 叶子梅 你那天请吴凡去树屋餐厅喝酒 是不是下了毒 林妙听了幽灵的话后 马上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本能地问了出来 对 没错 只是我也不明白是天意 还是中春归的儿子发现了什么 反正那杯毒酒被他撞倒在地 让你老公吴凡又要多活几天了 可惜呀 叶子梅略 有一些遗憾地说道 哎 你们好狠呀 吴小英你好狠心啊 林妙听了之后 杨天长叹了一声 然后他强令自己不要太紧张 看着幽灵哀求道 叶子梅 我们当初对你也不薄 你在我们四合院免费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把你当客人 还请你看在这一点上 放过我儿子吧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过错 叶子梅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向幽灵 显然是不是放过吴凡的儿子 要由幽灵决定 他做不了主 幽灵马上打断了林妙的幻想 大笑道 哈哈 不可能 林妙啊 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父求子必报 我们今天不斩草除根 以后你这个儿子就会找我们报仇 我们不会那么傻到 留下一个心腹之 换在这里 今天我们只要举手之牢 就能灭掉以后的麻烦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你就早点死心吧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林妙见哀求无望 于是抱起吴飞龙直接往门口冲去 不过 另有两个女孩子闪电般地冲在了他前面 然后掏出匕首直接顶在了他的脖子上 冷冷地说道 林妙 要再往前一步 你就会血剑当场 而且我们一定要你亲眼看着你的儿子 比你先一步死去 所以你最好还是冷静一点 不要冲动 在我们没有决定杀你之前 你不要自己撞上我们的刀口 普通 林妙突然跪了下去 哀求道 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 一切的怨仇朝我来 要杀要寡 认听你们的尊便 不用哀求我们了 都跟你说了我们是心狠手辣之辈 绝对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 而且刚才也跟你说了 绝对不能留下麻烦 斩草除根才是我们最正确的选择 你就受死吧 幽灵冷冷地说道 然后朝旁边的一个姐妹使了个眼色 无情地说道 拉进去直接杀掉 我们都是女人 她再怎么漂亮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宰了找地方埋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到了这个地步 林妙就算知道 旁边没有房子 没有人家 还是忍不住尖声惨烈地喊叫起来 这都是人的本能 到了特定的环境下 就会迸发出来 她刚才来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这栋房子四周几百米都没有人 而且离马路也有几百米 所以根本很少有人从这里经过 更加不可能有人听见她的喊叫 两个冷血女人 一个揪住林妙双手 另一个从她怀里抢过吴飞龙 抱着她 就走向了里面的房间 老公啊 我对不起你啊 我不能保护我们的儿子 你一定要原谅我 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眼见闪着寒光的刀口 把自己的衣服挑破了 即将割破自己的肚皮时 林妙本能地又凄厉喊叫了起来 虽然她拼命地要挣扎 要保护吴飞龙 但是显然一个弱女子 在这些杀气腾腾的女人面前 还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这个时候 她真的在心里 祈求老天爷能再帮助自己一次 特别是一定要保护好吴飞龙 因为她可是无家的血肉啊 在这一刻 她的脑海里 也浮现出了和吴凡的点点滴滴 特别是吴凡在林家 当上门女婿的那一两个月 他们羞辱吴凡的那一幕 让她深刻地后悔 她在心里想到 或许就是因为当初羞辱了吴凡 所以才有今天被人家虐杀的结果 这就是恶有恶报吗 吴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人对她不敬都会得到报应 自己当初羞辱了她 已经得到了一连串的报应 原来还以为一心向善 搞了一个桃园慈善会 帮助了身体不变者后 能够赎罪了 没想到今天还是要面临 剖腹虐杀的下场 那个手拿刀子的女人冷笑道 哈哈 别叫了吧 说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只要一秒钟 我就能把你的肚皮划破 林妙 你长得太漂亮了 把你这样杀死 其实我们也很可惜 只是我们不是男人 并不会对你的美色能怎么样 所以回掉这种美色 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只能怪你自己生不逢时 不该得罪了胡小英 也不该有吴凡这个能干的老公 你们是胡小英最大的心腹之患 只有把你除掉 她才能彻底安心 你就在阎王那里再去哀嚎吧 说完 那个女人的匕首 就从林妙的脖子插下去 她的计划就是插下去 然后直接往下滑 一直划到两腿之间 这样开膛破度后 谁来了都就不活零秒 就算她的神医老公 及时赶过来了 也无回天之力 砰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道 剧烈的撞击声 怎么回事 这两个女人相视一眼 赶紧把刀收了起来 然后朝门口冲了过去 幽灵等围在旁边 欣赏杀人场景的几个女人 也是同时冲了出去 他们冲到门口之后 也顿时傻了眼 因为他们赫然看见 有一个男人 竟然硬生生地 用血肉之躯 把大门撞开了 现在那个男人 倒在地下 额头上有血 身体在抽搐 但是他似乎还算清醒 抽搐一下后 马上站了起来 邓幽灵他们喊道 我听见林妙在叫救命 你们放了林妙 和他的儿子吴飞龙 要杀药寡就朝我来 我任由你们处置 幽灵他们一脸震惊 显然没想到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竟然有人 如同神兵天将的 要救林妙母子俩 是你 怎么会是你呀 这时 叶子梅指着那个男人 一脸疑惑地说道 你他马的 不就是那个 中春归的儿子吗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叶子梅 只要你放过林妙 和他的儿子小飞龙 我就会跟你说实话 而且任由你们处置 中春归的儿子 义正词严地说道 哈哈 不可能 放他们走 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你来了 那么你也走不了 我们是不在乎 多杀一个人的 我们手上沾满了鲜血 多沾上一点 完全不会介意 那个幽灵冷冷地说道 叶子梅 你别做那么多恶事 否则一定会得到报应的 你还记得 你十几年前 做过的恶事吗 还有你们 你们就是一个团伙 我跟踪你们来到这里 一是想报仇 二是怕你们再出招 去害吴凡 想不到 你们竟然把林妙 和他的儿子 带到这里来了 而且我听见了 林妙的惨叫声 你们是要杀了他们 赶紧把他们放了 我可以不再追究 以前的事情了 以后也不再找你们麻烦了 中春归的儿子 坚定地说道 你 你是谁 十几年前的什么事 我们做的恶事太多了 根本记不起来 你说明白一点 到底是什么事情 叶子梅上前 瞪着中春归的儿子喊道 十几年前 你们十来个小太妹 把我一个成年男人 打倒在地 而且肆意地羞辱我 直接在我的嘴巴里撒尿 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而且你手腕上有一个胎记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在桃园树屋餐厅那里 我就看见了 认出来了是你 什么 原来是你 原来是当年那个成年男人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还敢提起这么羞辱的事情 被女人撒尿在嘴里 怎么还好意思活下来呢 既然今天来了 我们要让你比当年更加受到羞辱 对了 你为什么会跟着我们 你刚才说想报仇 我们能理解 可是你还说是怕我们再害吴凡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害吴凡 叶子梅指着她问道 吴凡知道了那个蔡雪云 根本不是你的亲妈妈 因为蔡雪云是我爸的老朋友 根本没有结过婚 而你就是 遗要带那个女人治病 唯有接近吴凡 那天在树屋餐厅 你在吴凡的酒里下毒 是还是不是 你能狡辩吗 中春归的儿子如实陈述 叶子梅听了之后 和幽灵她们相视一眼 心想原来果然她们早就发现了 幸好在桃园村及时收手 不然就被当场抓住 可是吴凡他们真的怀疑了 但最后也没有动手 你为什么还要跟踪我们 幽灵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中春归的儿子一脸感激地说道 吴凡治好了我父亲和我的残疾 也治好了我母亲和我妹妹的精神病 而且让害我们一家八口人跳楼的 陈刚彪一家家破人亡了 所以她就是我们的恩人 我知道你们可能是在暗中要对她下杀手 只是在桃园村 因为某种巧合没有得逞 但是你们根本不会放过她 所以我就在你们离开桃园村后 暗中跟踪你们 想看一下 你们还会不会再对吴凡下手 没想到的是 你们没有能力对吴凡下手 竟然把她的老婆和儿子骗过来了 这么说来 你跟踪我们竟然不是为了抱当年 被羞辱之仇 而是为了避免吴凡被我们杀害 幽灵冷冷地盯着中春归的儿子 没错 吴凡救了我一家人 让我们家重拾生活的信心 让我们的仇家得到了报应 我愿意为他去死 只要你把林妙和他的儿子放走 我要杀药寡刃听你们使欢 绝不会有半点后悔 中春归的儿子慷慨激扬地说道 好 看在你忠义报恩的份上 就答应你 来人 把他烤起来 然后把林妙跟儿子放了 幽灵似乎被中春归的意气所感动 想了一会后 对手下的姊妹挥了挥手 两个女人马上拿了一副手铐过去 把中春归的儿子烤了起来 中春归儿子全程没有反抗 非常大意凛然 也许他知道在这几个女人面前 他再怎么反抗也没有用 反正只要能让林妙和吴凡的儿子平安离开 就算他们真的要杀死自己 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砰 就在那两个女人给中春归儿子 戴好手铐之后 幽灵却直接上前猛的一拳砸在了中春归儿子的太阳穴上面 轰隆一声 中春归的儿子猝不及防退后几步之后倒在地上 看着他狼狈的样子 幽灵哈哈大笑 哈哈 你们说他这个人傻不傻啊 当年被我们羞辱成那个样子 竟然还敢来跟我们求情 而且还相信我们真的为了他就能放过林妙和吴飞龙 太天真了吧 我们的行动目标就是 林妙跟吴凡还有他们的儿子 怎么会为了你这样一个没有用的男人 就放过我们远大的理想呢 既然你今天来了 那我们不在乎多杀一个 你 你们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你们不放过林妙和吴飞龙的话 你们一定不得好死 忠春龟的儿子回过神来后怒斥道 我们会不会不得好死 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得好死 等着吧 幽灵说完上前一脚踩在了忠春龟儿子脑袋上面 然后他使了一个脸色 其他的姐妹过来 两个人按住他的脚 然后其他人竟然就在扒他的衣服 很快忠春龟的儿子就被他们扒得没有一丝布料在身上 幽灵看着他的身体 哈哈大笑道 这个中年大叔啊 你和当年比起来 更加油腻了 你肯定还会非常怀念当年被我们灌尿的滋味 所以一直记在心里 今天就让你这个心愿再得到实现吧 让你在死之前再尝一尝当年的滋味 你们谁先来 我来吧 其中一个女孩说完就来到忠春龟的前面 直接把裤子拉下来 然后哗啦啦 地就把尿拉在了他的嘴里面 哦 不要 不要 忠春龟挣扎着 想把头摆开 想把嘴闭上 但是 那两个姐妹却强硬地把他的头固定在那里 并且捏住他的鼻子 强令他只能把嘴巴张开 强大的液体的压力和呛人的味道 让他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紧接着 八个女人 无一例外都按照刚才那个女孩的动作 再一次羞辱了忠春龟的儿子一把 忠春龟的儿子 在被八个女人强行灌液体之后 已然晕了过去 幽灵拖着他的身体来到了里面 林妙虽然没办法逃脱 但是人还是清醒的 清楚地听见了外面的声音 当他看见忠春龟的身体被拉进来时 内心无比震动 他没有想到 无凡无意间帮助过的一个人会以死来帮助自己 虽然在这些畜生面前 他怎么求情都没有用 而且自己还面临一死 但是林妙已经对他感激得不得了 幽灵戏谑地说道 林妙 你和吴凡为人确实还不错啊 这个忠春龟的儿子 宁可自己死都要救你们 只是他们太低估了 人类的凶狠和毒辣 我们可是女人呢 而且是心狠手辣的女人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不相关的人 而放了你和你儿子 对不对 所以他今天就算不能救到你们 但能陪着你们死 也算是聊聊他报恩的心愿吧 我求求你们 你们放过他和我儿子吧 所有的东西我一个人承担 要杀就杀 都算在我一个人身上 林妙又本能地哀求了起来 幽灵摆了摆头 冷冷地说道 好了 林妙 我不跟你多说了 多说都是废话 我是一定要杀了你的 现在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出来吧 我可以给你们的父母带话 否则你死之前怎么想的 他们没有人知道 给你最后一分钟时间 要说就说 不说我们就直接动手了 求求你放过我儿子和钟大哥吧 林妙只是本能地重复这句话 不过 幽灵对他这句话熟视无睹 也许真的已经听得太多了 不想再听了 所以他没有作声 只是默默地盯着手表 再竖着60秒快点过去 此时此刻 桃园汽车站里走出来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出来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吴凡 吴凡 女侠 女侠 你们从哪里回来了 好多人主动上前打招呼 这两个人正是雷神和陈月娇 他们自然知道 在天水县很多的农民会互助会的会员 都会带着会挥 而且看见吴凡 都会非常热情地打招呼 因为雷神长得跟吴凡非常相像 只是矮了十几公分 如果不是特别留意的话 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因此自然把雷神当成吴凡了 雷神和陈月娇 也只是朝大家挥手笑了笑 没有去做主意的说明 在那些人打完招呼离开后 雷神说道 月娇 大哥是让我们在楚州保护地产公司的几个高管 我们这次回来也没有经过大哥同意 要不要跟大哥先打个电话 陈月娇点了点头说道 也好 那就打个电话告诉他吧 顺便也打个电话给林妙 告诉他们今天中午要加餐 我们回家了 说完陈月娇就拨打起了吴凡的电话 一会儿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雷神说 奇怪啊 吴凡的手机提示无法接通 他去哪里了 现在桃园村哪个地方基本上都有手机信号 就算是原始森林 那个桃园栋森林公园那里都有了 奇怪 哦 我大哥可能什么地方都会去 无法接通也正常 你打林妙嫂子的电话吧 他应该一般都只待在家里了 他的桃园慈善会办公室就在家里啊 陈月娇点了点头 然后 马上拨打了林妙的电话 林妙此时此刻 正在那个房间里 他的手机已经被对方收缴 并且关机了 所以 一会儿陈月娇也摇头道 奇怪了 为什么林妙的手机也是关机呢 啊 不会吧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雷神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样 我打电话给你家大姐 看他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陈月娇说完 马上就把打了你家大姐的电话 什么 吴凡的手机无法接通 林妙的手机关机了 你家大姐听了之后也是非常惊讶 不可能吧 他跟小三去找水鬼了 林妙没在家里吗 我马上问一下 你们在哪里啊 哦 我们现在 在县汽车站 就是想通知一下吴凡 我们回来了 然后叫林妙通知厨房煮我们的饭 陈月娇如实说道 好的 我联系 他们之后再跟你们说 你家老大说完 马上挂了电话 紧接着他就拨打了 你家小三的电话 因为他知道 你家小三 是跟吴凡一起出去的 可结果提示 你家小三的手机也是无法接通 奇怪了 你家大姐对老二说道 吴凡跟小三去了哪里啊 为什么手机无法接通呢 好奇怪啊 现在桃源村就算是原始森林里都有了手机信号啊 这可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的 不可能有地方无法接通 他们可能去哪个深山密林 深沟峡谷里找水鬼了 接不通也有可能 你找一下林妙啊 刚才不是说林妙的手机关机吗 你家老二说道 对 我找下林妙 你家老大马上拨打林妙的电话 果然和陈月娇说的一样 提示已关机 似乎不太对劲 这样吧 来我们去找一下吴凡 开桃源飞船去 好 我们走 你家老二自然同意 因为他们都知道 吴凡可是星系圆圆大局 手机一直都随时保持接通的状态 以便任何人都能找到他 何况吴凡要是出去了 不在家里时 林妙也会一直保持手机畅通 因为他担心吴凡在外面的安全 事出反常 必有妖孽 两个人马上就从办公室出来了 刚好那么巧就碰见了刘天生 刘天生见他们急匆匆的 很自然地问了一句 老大 老二 你们这匆匆忙忙的 是要去哪里啊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